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夫妻党 老婆对厨艺一窍不通 老公原来是牛排大厨 两个人却一起开蔬食餐厅 甚至从蔬食料理中找到感动 用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概念来保养身体 这是东方历史悠久的智慧 而西方则流行彩虹饮食 教我们从蔬果的五颜六色中 找到均衡的健康之道 吃是一门智慧往往带着文化底蕴 中华饮食中很早就有一时同源的概念 把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对应食物的颜色 金为白色 木为绿色 水为黑色 火为红色 土为黄色 而被认为按照五行饮食 才是获得真正的健康 中医其实是我们老祖宗 在生活的经验累积 所归纳出来的一个法则 医与食的结合 在东方有五行概念 在西方 医学之父波西克拉蒂也曾说 你的食物就是你的药物 近年来 从植物中获取营养的彩虹饮食 也未为流行 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 叫Rumble Diet 那就多种的颜色蔬果 若介入在民众一天的三份青菜 两份水果当中时 可以帮助民众更好地达到像防癌 甚至是降低心脏血管疾病 或者是老人失之症 那我们希望民众能够善用于这个彩虹饮食 不同的饮食对应中西观念 皆有不同的解释与养生之道 有个五行就有五种大自然的变化的颜色 那么又发现到从食物里面 我们发现到绿色植物对我们肝有保护作用 绿色就是我们讲的花椰菜 银朵类它也是可以抗癌的效果 绿色植物里拥有丰富的叶绿素 纤维叶酸等营养素 而厨房里最常见的红黄色系食物 像是番茄黄椒又代表什么样的存在呢 红色食物对心有加强的强化作用 黄色食物对我们脾胃 它有缓冲和味 我们比方说红色像番茄 番茄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 那它就变成是叫做番茄红素 那另外我们讲的话黄色就像玉米黄素 那大家最近常被炒作就对于眼睛很好啦 那它的黄色也是可以对照 像中医的话是顾皮脏 番茄红素是强劲的抗氧化养分 能消灭体内不断制造的自由基 让身体能够延缓老化 另外象征金的白色食物 依据中医的理论能够除秋灶 并且对肺部有益 白色食物对于肺 它有加强肺脂气管的扩张作用 白色有在西方是讲像大蒜 大蒜素 所以蛮多这样中西医的对照 其实还蛮好的 就是我们可以多一种丰富的来源 跟一些更多的知道怎么样 固照自己的健康 中国人俗艳有盐 大蒜上市药铺关门 俄国人则说 大蒜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 能够有消炎的疗愈力 而代表五行中的水 黑色食物又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那么黑色食物可以让我们的肾脏 获得滋养 中医理论是顾肾脏 那比方说像葡萄 它含有就是像花青素 或是像蓝莓就顾眼睛 另外在吃法上面 采用饮食强调色彩丰富 而东方五行则是有一套 相生相克的逻辑 那么我们讲说五行 相邻的就是相生 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可是跳过一个相邻的 它就是相克 您是否对于博大金生的五行饮食 感到复杂难以实践呢 告诉你一个小秘诀 只要运用一点小智慧 就能轻易在生活中实践 我们在生活中之下就有豆磕 就有绿豆 红豆 黄豆 白豆 黑豆 就天然的五行它都具权的 那么其他的食材 那么一样可以找它的颜色 跟它的味道来搭配这样五行的食材 另一方面若是家里有挑食的孩子 营养师也要教您 一个能够简单达成采用饮食的要诀 现代人很多家长很爱小朋友 那小朋友偏食或挑食的问题时 其实也不用逼他一定要吃胡萝卜 或逼他一定要吃番茄 我们可以找出同样是红色的食物 但是它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毕竟在餐桌上是一个讲求爱的地方 其实纵观中西观念 均衡饮食就是唯一的健康之道 因为唯有如此才不愧对于天地的赐予 今天的封面故事人物 雅里要为大家介绍一个人 他是陈明皇 也号称是保存原生种的保种达人 究竟保种和五行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荒野间工作的农夫 他是陈明皇 一个推行有机农耕 四十多年的农事专家 多年来研究作物与五行饮食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是一位尽力保存原生种的保种达人 被改良的凤梨原生种的特性逐渐消失 同时也代表了失去五行饮食的平衡 五行的食物对干酸的比较好 那你现在全部变成甜的 那么对于酸的反应 刺激程度就降低 千万年来 农民留着自用便是一种习惯 但面对农业商业化的影响 不断推陈出新的改良品种 让不少原生种面临灭绝的危机 因此保种是目前全世界都在推行的运动 我们在栽培作物有分两个 一个叫用种子种的有性繁殖 一个是不用种子用种断的 像高阶里那个叫嫁阶 那叫无性繁殖 那么有性繁殖它就靠种子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种源保留住 哪一天一个意外灾害 种源没有了 这个物种就灭绝了 长期同入有机农业的陈明皇 深知保种的重要性 于是他从自己的农园做起 正在努力保种秋葵的种子 那我现在保种的像秋葵来讲 秋葵它是井葵科秋葵属的植物 它本身含有非常高的粘液值 秋葵种子就在这个种甲里面 那么每一个种子 每一道至少有20粒以上 所以种甲熟了以后我采收 我并不是把它剥出来晒 我必须把它整个种甲晒干 整个脸种甲保留 到底要种的时候 我才把种子剥出来种 选择秋葵保种 背后可是大有玄机 因为透过强壮的秋葵种子 竟然也可以减少农药的运用 那以这个来讲 这个秋葵就是我已经留好的种 那么秋葵我像这个我就选好 选到它什么 它的生长很强 那么它抗平容力很好 所以它几乎不需要用农药 我们现在几张有机 它是最方便推广的一个植物 用最适合这片土地生长的原生种子 种出的有机无污染作物 搭配着五行饮食养生概念 陈明皇小心翼翼关注 自己所吃下的每分食物 竟是他用健康换来的 四十年来坚持种植有机蔬果 是陈明皇老师对健康的深切体悟 有魂转塑实施很多年了 也带给身体很大的改变 有机健康达人一开始却是不健康的 陈明皇早期的工作是一位业务 经常应酬大吃大喝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大病 让他开始正式健康 奠定后来投入农业的姻缘 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在民国六十年代 因为喷农药而中毒 所以他最后选择了有机农业 那因为每天要应酬 所以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 被医生宣布初级肝硬化 医生告诉我 所有有毒的东西不能再进入身体 包括烟酒 包括肉品的毒统统要排除 还有食物的一些添加物的毒 那一年起他决定不再吃肉 由荤转为素 可是肉介还不够 后来我上网去查资料 我把鱼肉淡染全部暂停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高脂肪高蛋白质 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会代谢会产生很多的酸 让我们血液变酸 陈明皇花了五年时光 才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 改变饮食 让他重获新生 真正的蔬食 它让我们身体重新细胞 获得活化 免疫系统坚强 我们对我们健康 是百分之百的加分 陈明皇曾说 透过蔬食 他不仅找回了健康 也让他回归了 最简单的生活方式 金氏世界纪录中 酪梨被列为世界上 营养最丰富的水果 它的好实力 让郑旺之 从一位老师 变成一个有机农场的主人 让我们去嘉义看看吧 闷热的山谷中 郑旺之和孙子 整理着酪梨园 曾经是老师的他 现在拿着剪刀 正在帮酪梨剪枝 而酪梨就是俗称的 幸福果呢 过去是农家子弟 习惯用冠形农法栽种 直到一场意外 改变了他的观念 惯醒了 常常要使用农药 会农药中毒 我也曾经中毒过一次 到田里面工作 就喷完了药以后 觉得头晕晕的 因喷洒农药而中毒 让他决心用有机的方式 种植落梨 并且从育苗到结果 不讲他人之手 自己去买那个自己育苗 到87年底 那个芽就长 大概30公分左右了 我就把它移植到 本田里面去 第二年的秋天 像七八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嫁接 所以我在第三年的时候 就慢慢有一点点缩成 就开始被开发的结果了 有一点点缩成 等待的时间很漫长 这个号称营养十足的幸福果 刚开始却让乘望之 一点都不幸福 就是不好种 若离它就长得快 但是不好种 它怕水 它的土壤 它要那个沙子的土壤 河滩地 河边 比较有沙土的地方 排水良好的地方 它才会长得好 就是它显地很严苛 如果你选了排水不好的土壤 你种了两三年 长快结果了 烟溢出水就不止了 虽然一开始种植并不顺利 但是想起这个 对身体有益的落离 郑望之还是决定 用有机的方式撑下去 大概分两大堆 也就是青皮品种 跟红皮的品种 那我们怎么样判断 怎么样可以吃呢 就是我们用手把它捏一下 果实捏一下 感觉到有变软了 有轻轻 有点软的弹性了 就可以吃 也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保鲜 大概可以保存到一个礼拜 如果你一直吃不完 也可以放到冷冻 可以冷冻过三四个月 都没问题的 结实累累的果实 这是农夫的用心 换来落离的反馈 郑望之的坚持 也迎来生命中的甜美滋味 落离的季节一到 郑大哥的餐桌上 天天都有落离 吃半年都没关系 到底他的餐桌上 会出现哪种好料理呢 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元素 大概有二十多种落离都有 所以在金氏的世界记录里面 落离有登榜 所以人家也称它为幸福果 落离是营养价值高的果实 比普通水果多四倍卡路里 每天吃半个 就可提供人体每日所需的 维他命A C E 鱼烟酸和液酸集美等等 加上高单位的不饱和脂肪酸 更是补脑的好水果 同时酪梨作为料理也很多元 今天郑家媳妇也要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的酪梨吃法 我做的是盖饭 后来就加上我们的酪梨切丁跟火龙果切丁 就把它撑盘起来 就做一道酪梨盖饭 天天与酪梨围舞了一家人 善用酪梨特性制作料理 除了酪梨盖饭之外 将吐司搭配火龙果 就可以化身成火力满满的早餐 我们是说早餐的话是 一般都是吃酪梨打汁 跟那个有时候就是配那个三明治夹那个酪梨 跟红红果这样 就是这样是早餐的部分 有时候就是说天气热 我们就做一些果冻啊 冰在冰箱里面这样很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拿来吃就觉得很清爽这样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转弯的时候 原本是一个牛排大厨 变成素食料理大师 一个幼稚园老师 变成蔬食餐厅的经营者 美妙的转弯啊 带给这一对夫妇一个新的方向 她是一位爱吃的老公蔡静福 她则是一位对料理一窍不痛的老婆张义珍 两人原本是不折不扣的荤食主义者 却因为一个意外 让张义珍从此不吃肉 因为她是以前是幼稚园老师 我是一个上班族 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 她是刚好把桌上的菜 刚好是夹到一块肉 奇怪 差不多咀嚼了两三下之后 都很莫名其妙地吐出来 奇怪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说她是觉得说 好像对于这种肉吃不下去 原本是幼稚园老师的张义珍 连荷包蛋都不为煎 但却因为吃素之后 素食餐厅太少 所以兴起了自己经营 蔬食餐厅的念头 张义珍原本从最基本的料理功夫 开始学起 从旁教导老公 最后因为看不下去 只好陪着老婆一起投入 过去曾经在牛排店工作的蔡静福 虽然拥有料理经验 但是一开始却抓不到素食的诀窍 当初要转到素食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或是很懂 多多少少都会去问一些吃素的人 都必须经过漫长 漫条思理地去摸索 我们也是从一家小小的面摊店 经过慢慢地转变 慢慢地试 光一个面线就要煮十几次 吃从没有要去想出来的东西 是你无从着手的 那种东西做出来的是别有味道的 不顺遂的过程 让夫妻俩伤痛脑筋 蔡静福的内心也有过质疑和挣扎 转变的过程也碰到很多的困难跟瓶颈 因为有时候会跟太太发发牢骚都会 为什么我们为了生活要来做这个 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磨练出一种意志 加上客人的真心回馈 让夫妻俩决定继续推广蔬食 刚开始是会觉得怪怪的 会怎么说呢 我赚你个钱 你还跟我说谢谢 我们不会 我们刚开始不知道这是什么 一有在在的会有这种感觉 大家就是为了生活 为什么大家都会跟我谢谢 原来一段时间过后 你才知道 你已经给人家方便 人家就觉得很感恩 做吃的真的很辛苦 但是看到客人给你的鼓励 你就会很开心 有时候那些很辛苦的 都不会在意的 因为客人的认同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客人就觉得 你提供了素食给我们 很方便他们 然后很感恩的这样 你也会很感谢他们 他改善了我的生活 可是我也提供给客人 客人也很感谢我 所以我觉得 我哪里做素食之后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吃蔬食不是一个人的梦想 不偿私的张大姐和老公 默默帮助经营不散的素餐厅找问题 为了推广蔬食 大厨出门不在家 过去在云林地区开蔬食餐厅的人很少 所以想要用蔬食料理吸引荤食的客人 实在有难度 因此张艺珍和蔡静福想了又想 考量蔬食者的需要之后 决定用香草作为主题 长期吃素的 他们可能体质会比较冷 比较寒 那香料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让身体是可以 温和的 它也不会很燥热 被太热 它也不会冷 所以我还蛮跟客人 就是特别提到说 这个是可以综合身体状况 香料的蔬食料对香料是一种挑战 因为从来没有过 我们也不知道从而学习 最后还是靠着毅力 夫妻俩解决了所有问题 他们更希望利用餐厅闲暇之余 将自己的经验 分享给其他同样经营素食餐厅的业者 希望能够给予其他人鼓励和信心 我们就一步一步跟着我太太 慢慢去了解 什么跟什么东西搭起来 是比较 人家说比较好吃 比较好吃还没胜身体 没胜身体 能够对地球的环境有所帮助 两三年的时光 两人四处推广蔬食 直到其他蔬食餐厅的菜色 夫妻俩如此无私地分享 最大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我来到云林 我发现云林是好地方 以前会觉得刚开始在北部 然后回来南部 你已经慢慢喜欢上云林 而且在云林也认识很多好朋友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我可以把好的东西留在云林 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既然自己是云林人 那你就要把好的东西留下来 所以就很积极希望说 不是只有我们这家蔬食 有时候朋友想要做蔬食 可是做不起来 或者是他看到你做得还不错 他也想要转型的时候 以前受人家帮忙 现在我也很想要去帮别人 我也可不可以拉他一把 这样子 理想需要尝试 努力才会开花结果 夫妻俩勇敢投入蔬食怀抱 也从过程中获得满满感激 以及发现蔬食五颜六色的好实力 无论是东方的五行蔬果 还是西方的彩虹饮食 方法与颜色各有不同 其实都是为了告诉大家 不要偏食 要重视饮食的均衡 要拥有健康的生活 就从吃对的食物开始 蔬果生活制告诉您 蔬食大小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